华人世界 我们的家 华侨博物馆有一个展区 专门介绍为中国航空事业 做出贡献的海外华侨 展板上的一张照片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照片上的小伙儿英俊潇洒 他就是陈瑞殿 1913年 陈瑞殿出生在美国 俄勒岗州的波特兰史 他的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秘鲁人 父亲经常给陈瑞殿 讲述家乡和家乡的亲人 讲述发生在那片 古老神奇土地上的事情 中国这两个字 在陈瑞殿心里 深深地扎下了根 918事变后 美国波特兰市的 爱国华侨筹集资金 创办了一所华侨航空学校 为中国培养航空人才 陈瑞殿就报考了 这所华侨航空学校 刻苦学习飞行技术 决心报效祖国 毕业后 陈瑞殿同其他13名 爱国华人华侨青年 一起回到中国 加入美国援华空军 参加抗日 1937年 813松户抗战的第二天 陈瑞殿就驾驶 美制霍克双翼战斗机 参加了震惊中外的 814空战 两天后 他驾驶着相对落后的 霍克双翼战斗机 击落日本三菱红炸机 手开自己击落敌机的记录 从1937年到1939年 陈瑞殿共击落敌机六架 协助辽基击落敌机三架 在空战中 他机智果断 骁勇善战 他的飞机曾经三次被击落 他都跳伞生还 被人赞誉为 美国云华空军中的 中国战因 1939年12月27日 在广西南宁附近上空 三架中方飞机 与十多架日本战斗机遭遇 机战中 陈瑞殿的座机 被敌机击中起火 陈瑞殿的全身也着了火 他果断跳伞 虽然跳伞成功 可是他面部和群